4.66分 超越了智雅 五方又跳过发球 接发球还不错 左边刘双林进攻 越过了清瑶 过来被静平守住 谭提今天第一次出手 往上争夺 清瑶差一点点 再来给谭提 会被攻击得本 谭提这一点 台湾其他各队都很难防守 对 看出去了 反而超跑现在也是连得3分 适合了发球 6比4反到几乎超跑领先 接发球不是太理想 谭提右边2号位 突然这一回转的相当斜了 对 硬准没守到 谭提个人攻上了2分 当然要打快攻 因为主要是一个可以再引诱对方的篮王 是 一如这次只能钓球 被守住 谭提也是钓球 对手篮王已经掉下来了 谭提拿下了这一分 像这样这种失误 就是经验比较少 13比11 陈一如发承 超跑在下半季 一方面也有江大大选手 另外一面张嘉玲也加入 这一个中间三号位的快攻时间差 他刚刚看他打球的一个角度 他都喜欢转身攻击 他很喜欢这个攻击 看我们对方的篮王 斜线这样 对 然后就一个改变 发得不错这一球 快攻掩护 直接 但谭提救球 正左边 没有中够湘宁 胸脏到左边来给双铃 也是直线 直线被谭提拦了下来 今天 阿特赖第一分的篮王得分 白色衣服的几乎超跑 对战黑衣服阿特赖 谭提来到台湾的 这是第三场比赛 三场每两分差距第一局的比赛 在左边 谭提斜线攻击 哇 打点好 好短就是 谭提的那个攻击的动作 有点像大陆的形象 是喔 大陆拳演员喜欢这样 他那个 OK 你揭发球不好 就是因为我们的发球不好 是喔 没有错 发球没有好的发球 他练习的不够 强度不够 那你一到强队的话 你看他的揭发球就不好 谭提在第一局攻下了6分 第二局 第一次的得分 目前也是阿特赖的第一分 超跑一直跑去2比1 有时候其实发球也是压力 算比较沉闷吧 直接做好 310公分的攻击点 直接 籃网的籃网点也到了300公分 韩拼廷的发球 今天超跑就7个球人 中间谭提的3号位进攻 他的打点是到了310公分 最高的攻击 超跑呢现在是拿下第一局 28比26领先了阿特赖 现在第二局的比赛也是6比3领先 白色衣服的急入超跑 对战黑衣服阿特赖 这次快攻但被守下来 右边 林舒和攻击也守住 再来 谭提 中 高打 高打点 所以他的落点几乎在三平线附近 谭提 这一局攻下了4分 他这种状况联系两个 对他自己的心理上 也会有压力 英春发球 左边谭提 重扣 超跑 并远比较短缺 如果打得比较长的话 他们体能也是个考验 转型直线 舒和 左边 谭提 加快 哦 谭提攻不及了2分 参考 现在谭提攻下了12分 如果以超跑的没有高 也是表现不错 林舒和的发球 后排 哇 很难 谭提已经得到13分了 来看球 从 到嘉义 或者在南部的比赛 都会到现场 后排 谭提攻击得分 哇 只要跳起来 用力打就好 不要打二赛就可以了 他这局已经得 不用管 不用管他对方狼狼 等于说 阿天赖18分里面有 总共还是年轻 重要的一分 只领先一分了 被逼近了 右边来给 柯智勋进攻 快攻 这个球都挤得不是很理想的 不是很快攻 不是很快攻 谭提重扣还是被篮下来U 这回U掩護右边 那提篮网得分 太高了 那个timing抓得多好 应该还是主要是timing的 timing 刚刚好 他扣球 他已经最高点的时候 是 跳到他最高 我觉得他助跑得太快了 太快了 切进去太快了 有时候他就往后跳 那力道就会减少一点 快 哎呦 谭提 在三公尺内 哇 可怕 这速度 哇 就是 他攻击的那个手的动作 模样 跟拿一只一样 技术要前面 发得不错 被非掩護 后排 现在得分 刚好压线 谭提的得分 参考谭提 现在是 也是攻得17分 是啊 斜线 苏和进攻 被香菱守住 再来 苏和再一次 转成了直线上手 电高 还能够进攻 谭提中扣 还没有落地 当然是一个机会 快攻 单手就球 电高修正 谭提并不好打 宜萱 顺利守住在左边 就双0被拦下来 又是你来我往 突然掉球 电高 谭提扣球 手到宜萱 往上争夺 押球得分 好不容易啊 高个子还是有用啊 当然 下回公布的位 炒跑9比7的领先 民苏和发球 上手接发球 左边谭提过来 重扣 弱点很短 对 打点高 高压下 下来 上手的接发球 遭到了破坏 处理球 斜队降到左边来给韩滨庭 转成了斜线 谭提后排攻击的 哇 妙人狼王啊 这局杀得很好 是 你看 差那么多 是 想太多 不会 突然闪神 接发球被破坏 电高 谭提修正 宜萱守住 再来 还有 右边给吴芳瑜 要报仇 将功折罪 后排 韩滨庭的处理球 再来可能是谭提了 左边谭提靠往 踏 得分 超跑也已经拼了 在第二次技术暂停时 也是 大会总得分的前十名的选手 全队得分仅次于徐曼云 谭提后排攻击 他撬 而且攻击得分 就有了一个谭提以后 变成阿贴萊 他有一个重心了 就是 处理球的时候 至少我还有一个 最稳定的球员 三次发球十五 向林发球 阿贴萊领先两分 右边 韩滨庭一对一被 谭提拦下来 认为是 继续 右边吴芳瑜调球 刘少林注意到 哇 被贪图 你来到了 他来完的动作 一定是到最后是这个样子 往西啊 有点 其他的选手是 没有这种角度 你看 就是这样 的那个 制度下来以后 发球的 就降低了 成功率就降低 就要下降 在还没有改变 那个美球得分之前 发球的得分数 占总分是百分之四 百分之四 那个时间要抓刚好 超跑领先 接发球到位 谭提 时间差 这个阶段得分的 这个阶段得分的 这个阶段来往已经被引开来了 谭提攻下25分 而且他那么有经验 他一看 第五局 谭提攻下2分 看看 是不是还是刘少林 有人守住 谭提 调球 卡巴 扑到过来了 然后已经 右边内飞 也被 韩平平守了下来 再来 修正给谭提 靠往的球 可以的 谭提攻击得分 最重要的时刻 就是要靠这个 对 最稳的攻击手 最稳的攻击手 对 目前已经攻下了 双方4比4 谭提 用左手 太贴往 啊 幸运了一球 27分了已经 有机会就到了 两个人过去抢球了 谢谢 前面四局比赛 陈时廷也攻下了19分 第五局也攻得了1分 来到20分 哎 小 谭提 来到28分 用其他方法 在后排也能得分 发球得分 要破纪录了 有可能 看看 应该会破了 应该会破了 Joseph 其实没有徐婉云 但是这批球员呢 还是想做了这场比赛 但还有 最后一分 初届比赛 他就好 他就好 还有 还没结束 谭提 攻得了30分 噢 碰到头发也算了 发球员不能有失误 有机会了 漂亮 被男王 谭提拦下来 被谭提拦下来 谭提到了 前排来了 这台仍有希望 对 这个暂停是要快一点 这个暂停 站队了 因为快点把它指数 好 看看操跑能不能拿下 关键的这一分 好机会 看看中间掩护 左边双0 斜线被静庭守住 谭提 谭提来了 斜线攻击也守到了 鱼圈 中间用调球 变高 左边 谭提 又守了起来 又守了起来 怎么不跑呢 可惜 好这样子 再追靠近那一届 11比14 谭提攻下了31分 他们要等对方失误 哇